十元滿分為兩類 一類元滿的福報來自我們自身的情況 稱為五字元滿 一類是五種他人給予自己的元滿 稱為五他元滿 珍貴的人生是具足十種福報又或者元滿的線源 我們應該逐一地審查這每種不同的線源 而且試下判斷我們是否真正具足珍貴人生所有的條件 如果我們具足這一切應該深感慶幸 因為我們擁有元滿的人生機會 而且努力藉由這些機會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 至元滿說的是人自己本身具有的條件 人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我們的人生是我們自己的做法 所以只有自己元滿才能令人生元滿 第一種自元滿是具有身為人的善業 假如我們身為畜生度又或者惡鬼度又或者其他輪迴度的眾生 我們就沒辦法學到智慧而且改善我們的境遇了 第二種自元滿是我們生於佛法流傳的地方 在佛教歷史的早期表示生於印度又或者遠東地區的一些信奉佛教的國家 現在佛教幾乎已經傳播到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了 第三種自元滿是身心健全 表示我們並沒有心智不足等嚴重的先天殘障 而難以獲得真理和智慧 第四種自元滿是維生之道 不涉及殺生又或者偷渡等惡業 由於佛教徒相信直接殺取人道或者畜生度眾生的生命會造成惡業 令到我們沒辦法成功地按照佛法中所講的辦法去除惡業 第五種自元滿是深信三寶 即是對佛法憎三寶具有信心和權敬心 第二類元滿的福報來自他人又或者自己之外的某種情況 這幾項是必須依靠外在或者他人的能力才能達到的圓滿 所以稱為五他圓滿 他圓滿是講人的外部環境的重要性 雖然生活主要是靠人自己本身的努力 但外部環境亦會影響人的思維、語言和行為 對人生來說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善加利用外來環境因素 對我們人生的發展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種他圓滿是植佛往世 即是有佛出生於我們所居住的世界 對佛教徒來說 居住在釋迦茅尼佛試驗過 而且給予佛教的世界 表示他們是有足夠的福報 才可以接觸而且修持這些佛教 就像我們凡人生活在有文化傳承的文明社會 這個世界厚重的歷史文化積電 祖先留下的智慧財富 都已經傳進我們人生的銀行 我們可以隨時取用 而且用它們去創造新的燦爛文明 第二種他圓滿是佛轉法輪 即是佛給予佛教 出生於世間的佛 菩薩又或者星文聖者 在直接證悟了萬法本性之後 開始傳法普道眾生 一般是指佛陀三次轉動法輪 分別給予小乘、大乘和金剛乘的佛教 就像有了教科書 還需要有教授教科書的課堂一樣 我們要學的東西這麼多 所謂與時俱進 當下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總要有個大方向 學校等各種職業培訓機構 就負擔起這樣的責任了 第三種圓滿是佛法駐世 即是佛法得到廣泛傳播 事實上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 經過數百年的傳播、發展 終於在徐唐時期 完成了它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不僅發展出眾多派別 而且在中國本土以及外來的僧人 翻譯了大量佛教典籍 這些都為佛教在中國和亞洲各國的傳播 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種他圓滿是佛法有被附諸修詞 就好像佛教說的即使有最好的上司 假如沒有人去修詞 也不會產生任何結果 譬如是 無論太陽有多明亮 天空多晴朗無雲 陽光也照射不到居住在深月之中的人 縱使處處充滿了陽光 這個人依然必須走出動月 才能感受到陽光 所以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現在社會生活很附足 各方面條件也很優越 我們應該珍惜這些好機會 不斷學習新知識 來提高自己的心靈修養 來創造幸福人生 第五種他圓滿 是有他人慈悲相助 尤其是善知識或上司的慈悲教導 在我們漫長的人生道路上 總有很多給予我們幫助的人 特別是我們的父母和老師 不只看護我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而是教我們生活的知識技能 令到我們在風雨中 生活得更加堅定 大家想想 我們既然擁有下滿人生 為何不好好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 努力拼搏進取 不枉費來到世間一趟呢 假如有一天會憶起我們的人生 希望不會後悔沒有好好珍惜今天 沒有過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我們很幸運生在這個時代 我們能夠達成任何目的 包括全知正悟的崇高理想 認識無限和圓滿的價值 令我們自然地去體驗一種期望 用一生的時間去追求有意義的生活 而生活不可能進線進美 總是有很多缺陷 就好像馬路不可能好像鏡一樣 那麼平坦光滑 總有很多起伏的道路 我們所祈求的幸福圓滿 不過是盡最大的力量去填補那些洞 所以不要總是希望人生十全十美 但無論如何 你都要全力以赴